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半有这三座靠山 推特上有个热门话题 现代的女性为什么这么贫 有条评论被很多人点了赞 她是这样说的 生活有时候很残酷 可旁人的照顾并非人生的结局 不管多理想的伴侣 多完美的家庭 多真挚的朋友 都不可能替你去经历那些艰难的坎坷和痛苦的处境 深以为然 身为一个女人 若总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到最后难免失望受伤 唯有充实自己 才是女人最底面的活法 真正命好的女人 都有这三座靠山 一 赚钱的本事 在最近大火的电视群安家里 要一位配角公贝贝 尽管她的学历很高 但面对高房价 还是一筹莫展 二胎即将出生 一家六口就挤在一室一厅中间难度日 甚至半夜加班 也只能在拥挤的卫生间办公 眼前一地金毛的狼狈 她焦急却无可奈何 可见 女人若是缺乏赚钱的能力 难以制成生活的重担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不熟 还活得毫无安全感 马云曾说过 如果你是一个女人 你必须成长 女人赚钱不一定是责任 但一定是尊业 的确 女人为了贴补家用身手 这本无过错 但总得看人脸色 很难立志气壮 聪明的女人都明白 无论嫁不嫁人 都一定要有一份收入来源 赚钱 不仅是为了满足日常所需 不至于在交集时手足无措 也是为了不让自己拖累身边的人 更是为了给自己最大的底气和最优的选择 天到秋奇 勤奋和努力 终会帮你抵达成功的彼岸 别人能帮你 但帮得了你一时却帮不了你一事 毕竟谁的生活都不容易 也没有什么人是真正的被命运所厚待的 所有的成功都是靠留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饭 一点点用双手打拼来的 所以你只能靠自己 钱要靠自己去挣 路要靠自己去走 苦要靠自己去尝 事要靠自己去考 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都听好中 苏明玉靠着自己活出了女王的霸气与潇洒 苏明玉生长的原生家庭重男轻女 父母一心都培养儿子 但对同样上学的苏明玉却百般苛刻 上大学后苏明玉利用周末 假期做各种兼职证学费 和同学开补习班 带着对生活无限的憧憬和闯进 毕业后 苏明玉靠自己的努力 做到集团高管 成为旁人艳羡的对象 找男朋友他不在乎对方是否有钱 有房 有车 他只需要男朋友能让自己开心 懂自己就好 他自己给足自己安全感 他自己活得独立 有底气 所以不需要用额外的物质衡量另一半 不需要把后半生寄托在别人身上 努力才是人生最好的姿态 人人都抱怨社会的不公 但当你静下心来细细思考时 就会发现 生活从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努力的人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这是更古不变的真理 就像杨将先生说的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这个世界只属于你 和别人毫无关系 别人能帮你 但帮得了你一时 却帮不了你一世 所以 安逸的生活是不存在的 投机取巧也是不可能的 只有奋力拼搏 靠自己 才能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二 情感的独立 在这个安全感缺乏的年代 每个女人想有一份依赖与归属 渴望有人能看穿自己的逞强 读懂自己的悲伤 然而感情里有太多无解而终 经历了越多越明白 没有谁会永远陪在身边 有些话只能自己说 有些路只能自己走 正如宫崎俊说过 不要轻易依赖一个人 他会成为你的习惯 当分别来临时 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 而是你精神的支柱 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学会独立行走 他会让你走得更坦然 确实 女人要活出自己的骄傲 如果此时有人陪伴 要学会自尊自爱 把生活中重心放在自己身上 如果爱情暂时缺习 更要经营好自己 毕竟 女人的幸福来源 从来不是精神的依赴 旁人的给予 而是自己强大的内心 三 受挫的能力 人啊 有时得学着自己成全自己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菲斯汀格有一个著名的理论 生活中的10% 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 而另外的90% 则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 如何反应决定 也就是说 生活中只有10%的事情 是我们无能为力的 但剩下的90% 都是由你的心态所决定的 所以 成功不易 但乐观的人 总是更容易得到成功 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故事 一位秀才在进京赶烤前 他突然一晚上连坐了三个梦 第一个梦 是自己在墙上种白菜 第二个梦 是自己在下雨天穿着缩衣 打着雨伞 第三个梦 是棺材挂到了树上 秀才摆斯不得其解 于是请算命先生帮自己解梦 算命先生听完秀才的梦境后 立刻摆了摆手说道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首先你在墙上种白菜 那不是白费劲吗 然后你穿着缩衣还打雨伞 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最后你说棺材都挂到树上了 这简直是死无葬身之地啊 后来 秀才将此事告知了自己的老师 老师却孝主眼开地说道 我的门生啊 你快快赶考去吧 你能在墙上种白菜 难道不是高中状元之兆吗 再说你穿着缩衣打雨伞 更是有备无患呢 说不定最后还能高官悬挂呢 秀才一庭立刻精神抖擞 收拾行囊赶考去了 数月之后 秀才果然金榜提名 荣归故里 读张又宜转 很是精佩张又宜 她被丈夫徐志摩嫌妻不懂情趣 所不可耐 分开后没有就此一举不振 而是从家庭主妇 逆袭成为中国第一个女银行家 正是她的人生经历点心我们 无论是生活还是感情 底气是一个女人的信心和力量 是对任何事情感到不由不惧 笃定自己可以承担一切的强大心理 就像一句话说的 作者并不是女人人生的污点 相反的 她是女人成长的见证 对于自信的女人来说 内心有散 自然无惧风筹雨季 因为受得了磨难的雕刻 耐得住生活的繁琐 任何时候都能保证内心的淡定和从容 所以最终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 归根姐弟 女人这辈子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 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如果一个人相信好运气 那么她的心态肯定是很积极的 生活虽然不会有非常大的改善 但是也不会变差 可是 反过来 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最近走了没运 那么她的生活一定会因此变得很糟糕 做什么事情也会比较的消极 你是什么心态 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所以 你想要走好这一生 首先就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真正命好的女人 就是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 对自己有很清晰的认知 对情感有很坚定的把握 对未来有很长远的打算 在她的眼里 人生最大的靠山 始终是她自己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临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